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陆会国际儿童事工 他们在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儿童教会 那他们其实就是邀请在全世界各地 比如说你是从事主义学的老师 或者是做青年事工 甚至是你今天你被上帝的爱感动 你想要服侍神的 他们都欢迎你去 去实习 我记得那时候是 我要去菲律宾第一次短学之前 那时候别人牧师刚好来我们教会 就是分享 就是主日分享 那他是他第一次邀请我 去参与这样的短学 那其实我有点紧张也害怕 那后来我就祷告 然后我记得那天是8月17号 后来别人牧师都告诉我说你要祷告 然后祷告清楚看要不要去 结果后来祷告了三天之后 因为我每天都有QT的习惯 当那天我打开火波的声明 后面的那个小文章 他上面就写了三个字 叫做你要去 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个短篇的文章 上面就是刚好一个牧师他在分享说 他是这么样的不配 可是上帝要使用他到菲律宾去传福音 然后上帝告诉这个牧师说 就是因为你不配我才要叫你去 因为他说我没有受过任何的宣教训练 我没有可能没有足够的爱 然后或者是怜悯去爱这些的百姓 可是上帝他就是说 我就是要你去 因为当你去的时候我会把那样的爱给你 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神 神透过一个很清楚的话语 就是三个字你要去 对就是这样去回应的 我在那边做的工作就是主日学的工作 他们的主日学很特别 就是他们所谓叫做人行道主日学 Sidewalk Sunday School 他们就是会预备一辆卡车 那那卡车它是改造过的 就是卡车的侧身 它会把它卷下来放下来 像有一些是自动的铁卷门 放下来之后它会变成了一个舞台 那其实你就可以在舞台上面 带游戏带敬拜 甚至是讲信息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 在街道上面可以步道的 一个小新的儿童主日学行动的 菲律宾的首都北边的玛琳娜 有一个库鲁之城 那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片的垃圾山 那在那个垃圾山的后面 其实有一块墓园 其实那边有好多好多的百姓 跟小朋友是住在那里 那小朋友跟很多的大人 就其实是从这个地方这样出生 这样长大的 那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他们自己的环境 那对大多人来讲 他们觉得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人把福音带到这个地方去 其实它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死亡 它是没有生命的气息 可是感谢神 我们当把我们把福音带进去的时候 就让这个黑暗的地方有光 然后后来我印象当中最深刻 是我第一次去 我到了那个地方 它叫做老鼠之城 那个地方是 它很多的孩子 它是住在像公路 高速公路下面的桥墩 那其实它的房子就是用几根的柱子跟木头 盖在那个房子上面 那下面都是水 印象当中最深刻 是我第一次牧师要我们爬到那个 小朋友的家里面进去 然后你就很难想象 这么把大白天的时间 可是这么黑的地方 小朋友他们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还有你真的亲眼看见 一群的孩子 他是住在那个垃圾山里面 当你走在那个垃圾 他就像一个很大片的社区一样 你走在那个上面 地不是地板 是软软的垃圾 这么样的贫穷 是当他们看到我们 大度会的服饰的童工进去的时候 你从孩子的脸上 真的可以看见一丝的希望 原来这些的孩子 他们是这么渴望来到主学 我觉得那是让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事情 对 上帝让我看见透过这样的实习 然后我看见不同的需要 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眼光 因为当我在菲律宾的时候 我看见那些孩子 还没有去之前 我曾经想说 上帝 我看见了这样的需要 但是你要我做什么 因为毕竟台湾的环境 不是像菲律宾这样子 他不是有很多贫民库的孩子 没有 但是我觉得上帝 他打开我心里面的眼神 是让我看见 有一次 因为我有自己带小朋友的小组 天使面包店 其实很多的孩子 台湾的孩子 虽然我们衣食无缺 可是其实他们心灵是很贫穷 虽然他们没有住在贫民库 可是他们的生命是为 成绩而活 为名字而活 甚至为父母亲的一些期待而活 我觉得上帝让我看见说 其实这些的孩子 他们是我 很像贫民库的孩子 因为他们心里是很贫穷 所以我觉得 我有把福音带给他们 就是也要走出去 离开你自己的舒适圈 把福音带给更多还没有认识 接触到福音的孩子 就是下一个世代的孩子 我觉得是上帝让我看到这个 很不同的眼光 他打开我心里面的眼睛 让我看见说 其实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不应该为名次而活 承接我 他们应该是为上帝而活 应该是生命要扎根 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我觉得这是神 给我一个新的眼光 宣教就是 耶稣的心跳 当你真的出去宣教的时候 其实你是 就像耶稣 他走遍各层各厢 你是真的实际参与在 比如说当地居民的生活 你融入他们 不只是好像中间有一道墙或一条线 而是当你融入进去的时候 你进入到他们世界的时候 你会真实地看见 哇原来这个是真实的 它是生命 它不是好像我们耳朵听到的 或者是从电视上面看到的一篇报道 所以我觉得当我去宣教之后 对我来讲 你可以更贴近耶稣的心跳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走出去 走出你生命当中的框架 走出你生命当中的舒适圈 然后去看见不同的需要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 就像我还没有去之前 我也觉得我不能够做什么 甚至我自己觉得 我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 恩赐经验 甚至是爱或怜悯去服侍别人 但是我觉得当很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给别人 你没有的东西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跟上帝去支取这样的爱 上帝会把这样的爱 还有那样的负担 跟感动放在你的心里面 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个行动 所以我觉得不要怕 就是就像我领受到那句话一样 你要去 你要有行动 让这个爱成 让爱的行动可以成为 基督的爱流动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 就算你 比如说你可以去关怀人 或者是你可能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不会说英语 也没有关系 只是孩子需要你一个拥抱 一个微笑 他就可以感受到 从你的生命当中 他可以看见基督的爱 对 所以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去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